接下来看的这个事件恐怕也是让民众对明代的印象大大打了折扣 这是立委黄伟哲的助理陈俊章 他在台南疑似酒驾已经执法犯法 不过呢在被警车拦下之后 竟然还拒绝酒策大骂三字经 甚至殴打了警员 有民众接着爆料说他拒绝酒策之后呢 在警局一样备受礼遇 实在让他们看不下去 今天呢立委黄伟哲出面替助理道歉灭火 头戴安全帽的男子就是立委黄伟哲的助理陈俊章 12号晚上他在台南疑似酒驾 遭警方拦下之后不但大骂三字经拒绝酒策 还议长把搜证摄影机打到地上 外号叫永伯的陈俊章在台南市绿营相当活跃 这次因为拒绝酒策态度不佳遭警方移送 仍在台北的立委黄伟哲也为自己助理的脱续行为 向社会大众道歉 我们服务处的同仁在下班后的脱续违法的行为 我们觉得其实很遗憾也要表示歉意 觉得其实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无望之灾 任何打着这个立委助理或者是所谓明代助理的 这个名号的人 我们觉得其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因为酒醉在警局呼呼大睡 请了之后才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不过已经来不及 还是被警方依公共危险 以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法办 与DNTV谢静盛情谈群综合报道